薯條停售!薯條沒了! 我的人生結束了 那你有興趣跟周董一起數鈔票嗎? 數的還是自己的喔! 老師不要啦! 歡迎收看老師不要啦! 我是平均 你們前些日子有跟我一樣 因為賣差勞的薯條停售而慌張嗎? 沒關係,周董炸給你吃 嗯,不要亂亂講亂亂的 大家好,我是周董 我不是麥當勞叔叔 更不是肯德基爺爺 要薯條,沒有! 可是要數鈔票 歡迎來找周董 喔!對呀! 周董上周你說的那個梗鼎 直接掌停耶! 那些跟Coco有關的問題 就交給你了! 沒錯! 讓我們進入 散戶不要問 本環節會由兔女郎扮演散戶 詢問小惡魔老師散戶常關心的問題 讓我們第一個問題來啦 金融股落敵反彈 強短的就先閃一邊 不過這些純股族 是不是應該要趁勢加碼? yes! 其實純股顧名思義 就是長期作戰 目前金融股 中的也跌了三成多 那既然跌了三成多的話 你這邊純股族 一定要有勇氣進場 而且分逼成接 為什麼我說這個點位非常好 可能說跌了三成會不會腰斬? 會不會再跌? 會! 可是重點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一波的金融股 這個投信 是不是買得很兇? 對啊! 每天買每天買 而且沒有賣過 那為的是什麼? 敏君考你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跟自己的錢過不去? 沒有!誰會跟自己的錢過不去? 所以答案就在 2024年有沒有聽說要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之前 周董認為有一個題材一定會出現 叫做三次金改 那三次金改出現的話 這些投信套勞的都可以解套 更何況純股族 第二個問題 就是油價漲所以電動車馬力更足 是不是要趁資金回流電子的時候 好上車啊? No!千萬不可 基本上不是說他不成長 真的有在成長 可是重點 都長高了 都長貴了 成長性已經沒有像當初那麼好了 電動車固然還有未來 可是一定要低檔才能接 謝謝周董 你想知道的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接下來就進入 老師不要了 周董 人家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現在外面生活意識如此 這樣子才能保護自己 在股市也不例外啊 航運股雖然討論度一直都很高 電子這塊大巨銀也重回資金的懷抱 可是好像還是得觀察一下 旁邊上有什麼淨土是不錯的歸屬之地啊 不管是歐洲、美國 你可以看到 現在都努力的走出戶外 當然 電子股有電子股的利益 尤其是電動車 這沒話講 那航運股呢 他的最大的利多就是今年賺的絕對比去年多 那我是覺得說 現在啊 1700多家公司嘛 在台灣的上市櫃對不對 他一定有今年才要成長的 那呢 他所依靠的就是呢 歐美要過正常生活 那要過正常生活的話 平均你要不要走出戶外啊 有 現在大家都悶壞了 那呢 上流社會 當然不是你可以去的地方 對 但是我知道上流社會都愛打高爾夫球 像我們就是愛打高爾夫球 貧富差距 所以說其實呢 說實在 高爾夫球呢 就是有錢人 可以到戶外 而且不用人太多的地方 我看那個球桿的袋子裡面 都不止一個桿子而已 有時候一隻桿子呢 可能就要你一個月的薪水 太快了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今天呢 就給大家一個方向 也就是呢 高爾夫球的產業 我們有挑出三檔股票 第一檔是8420的明陽 第二檔呢 是8938的明安 第三檔呢 是8924的巨明 DPS跟展望呢 我們認為啦 明陽跟明安最有機會 他就是第一季低 第二季高 第三季第四季 都是一個高原期 本來呢 EPS是這樣子 一個曲線對不對 今年第一季 EPS超過去年第四季的高原期 那不就是更好了 所以你知道這種爆炸性的成長 是周董比較喜歡的產業 那為什麼我們要挑明陽 其實明陽呢 它還有一個利基點就是 屏東二場 產能加倍 現在大家都要走出戶壞 買陽光產業就對了 雖然我不會打高爾夫球 但也可以跟著這三檔 天天向上 陽光浮照 不過最厲害的還是 我們特別找出一個所謂的高速傳輸 現在我們是晶片都是奈米級的 已經到了1奈米的境界了 那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要省電 而且要夠快 通常速度都是過去的大概一倍兩倍以上 你晶片運算夠快速對不對 你網速也要跟上 而且我們傳達到網速高速傳輸對不對 也要跟上 所以缺一不可 才可以讓整台機器維持最高的效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選這一檔 其實毛利都高達53% 而且年幀率高達176% 這一檔六開頭了 想知道這檔六開頭到底是什麼的話 記得加入周董的Light跟Tagran裡面 老師不料了 也記得持續鎖定我們 下回再見 拜拜